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团结政府领导人的纳杜斯利安华 在六周选举竞选期开跑后 就马不停蹄地在各州为团结政府的候选人助选 希望推高他们的胜算 经过十多天的走访 这名希望联盟领袖乐观地认为 对比起去年的全国大选 人民逐渐接受团结政府 对此他认为西蒙可以在六周选举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重新的根担长 要是学习的 要是知识的 他保持着身為福音 所以是人们都信任 其他人都信任 操作一段时间 学习的学习不步 学习不懂美国 所以我当时都没有关系 这么一步 现在在这些学习的学习 当时在进行政策的学习 但在学习长的学习不知 但是他们都信任 我们都信任 安华今天在槟城高渊双溪八甲 为公正党候选人诺西达亚站台时说 以前有人诋毁他的种种言论 在经过几个月后 已经证明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指控 现在人民都看到自己 并没有和马来人对抗 而人民也开始接受团结政府 另一方面 安华也呼吁 两名被反贪污委会追查的男子 挺身协助调查一宗 和国民联盟涉嫌贪污的案件 而其中一名男子 正是国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的女婿 穆哈默阿德兰伯汉 他认为如果阿德兰自认没有犯错 应该赶快现身 证明自己的清白 根据反贪污委所发出的文告 当局正在搜寻48岁的阿德兰 和69岁的曼苏沙阿 以协助调查一宗涉及政府部门 移工登记计划的舞弊案 移民局的资料显示 他们两人分别在5月17号和21号 离开大马后 至今没有回国的记录 马兴设电视采访报道